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散户可能赚钱也可能亏了很多的 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两个仙股吧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我对仙股的定义 仙股呢其实的定义就是在马来西亚的定义就是 它的股价呢是低于一令吉的 每股价格是低于一令吉马币的 所以呢仙股来对我来说是风险很高 但是回酬的也相对的非常高 所以赚得多或者是亏得多 让我们来聊一聊这两家仙股 MagPi跟Fintech吧 MagPi 马股代号0140 MagPi Berhad 以前的名字叫做Stelling Progress Berhad 它在2019年4月3号的时候更换了它的名字 更换名字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要反映市场的关注点的变化 在2007年呢 MagPi Berhad 就在 Busa Malaysia的 Ace Market的板块上市 这家公司呢 拥有着两个独立的核心部门 分别是零售与分销管理 还有一个是事件的管理 MagPi Berhad呢 通过其零售和分销的子公司 MagPi Distribution Center Berhad呢 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 而且哦 MagPi Distribution Center Berhad 最近也被Nokia手机品牌呢 认可任命为马来西亚的新授权分销合作伙伴 MagPi Distribution呢 它会通过它的一些管道 还有一些跟其他的企业合作伙伴呢 进行Nokia这个智能品牌的手机功能分销 同时迈向了5G的时代 虽然哦 我想说的是Nokia这家手机呢 已经是有一点 有一点历史咯 在我的年代呢 它其实是算是蛮出名的 都是 应该大多数人都用过的手机 在80 90后都 第一家手机可能都是Nokia这一些 但是现在已经是被取代了 然而MagPi Berhad呢 它也拥有了一个事件管理的生态系统 这个生态系统呢 得到了一些子公司的支持 那就是MagPi Pro MagPi Equipment MagPi Ticketing Level Up Plus 还有MagPi Entertainment 这几家公司的一个支持 这个生态系统呢 是一个业务合作伙伴的 一站式的解决方案 他们呢 其实是寻找的这个机会呢 是给一些离线 或者是在线的一个平台呢 提供一个舞台设备的提供商 票物解决的一个方案 事态管理 构建 事态整个管理的构建 还有一个艺术家管理方式的组织演出 以及要配合他们的一个口号 那就是鼓舞人心的差异 当然他的股票差异也非常让人鼓舞人心啊 等一下我们会说到 MagPi Berhad呢 他还是继续的寻找他的新的方式 来扩展其战略业务的生态系统 他的生态系统呢 其实还算是蛮新的 而且他的生态系统呢 主要专攻的顾客群是一些 新兴的中小型企业 他们为他们推出的一些 创新管理解决方案 而且MagPi Berhad呢 也努力成为马来西亚的领先 在这个区块呢 还要成为一个领先的公司之一 然而我们来看一看 MagPi Berhad 曼谷代号0140的股价表现 其实呢 他的52周新高跟52周新低 你是哇哦 差好远啊 因为这家是一家仙股 他的52周新高是0.85的 然而52周新低只有0.03 是非常非常大的差别 而且最近你可以看到他的股价 屡创新低 现在已经收在0.095的位置 这是在星期五 4月9号的时候 他的币是价为0.095 然而RE 他其实是亏钱的 他这家公司还在烧钱 P Ratio是-11 Earning Perche是每股-0.83的 然而没有任何的Dividend 然而Net Tangible Asset 有句手上的有形资产呢 是每股0.11令吉的 对于我来说呢 这家是一家仙股公司 如果你已经在可能 我相信有些股票的 一些老手啊 或者有经验的人呢 已经是cut loss了 尤其是 你可以看到他在 4月初的时候 那时候一直往下 整个像做跌 从楼梯滚下来这样子的 很sharp的跌 非常的sharp的跌 从大概是差不多 接近4毛多5毛的价位 4毛多吧 应该是4毛半 4毛8这样的价位 一直跌到现在的0.095 如果那时候 如果你是在3毛钱买进 2毛钱买进 我相信哦 你们都是 还在住着套房的 如果你们没有cut loss的话 所以呢 我对于一些公司呢 尤其是一些先股表现 而且他们 Financial Report呢 是没有赚钱 他们业绩报告出来 没有赚钱 Cashflow也不是很稳定的话呢 我其实会有一个 止损点的 也就是 他的股价可能跌了 一个四五分前 我就会直接卖掉 不会管他如何跌了 这是我自己的做法的 然后当时草高呢 也许是因为 他要股东呢 去转换他的 我认为他的母股哦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有没有发生呢 你也可以看到哦 在4月6号 7号 8号 9号 这4天 我们只拿一部分来讲 就有很多股东呢 因为当时候 他的窝仁 其实是没有什么 大的涨幅 而且他的窝仁呢 也呈现了 Negative Premium 也就是 母股价格 比较 比较高 然而他的窝仁价格 比较低 所以很多人就转换了 他的母股在0.16哦 但是他的股价 母股现在只有0.095 但是 现在他的股票数量 已经大幅增长了 所以 我相信这也是 相信大家都知道明白 为什么那时候哦 他会在四毛钱 五毛钱的价位了吧 所以呢 对于这些股呢 一些仙股呢 我只介意大家 你一定要在很低 很低很低的价格买进 但是买的量也不要很多 可能只可能是一个 1万或者2万个unit 然后你可能买的价钱 是0.05还是怎么样 但是还是要注意的是 虽然你用的那个capital 你的投资资金 可能只是千多两千块 这样 但是 赚 你可能赚的 回收的percentage很高 但是你亏的时候 你的principle 你的本金也是亏很多的 尤其是你要投资一些 非常危险的仙股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Fintech 马股代号 0150 Fintech Global Barberhard 它以前的名字叫 Asia Bio 什么什么的啦 就一直换名的 这几间公司 Avanade的啦 跟刚刚我介绍的 它的前身是叫做 什么 亚洲深入能源技术 有限公司 是一家技术孵化和投资控股的公司 Fintech Grobarberhard呢 主要的业务分别为四个部分 哇 好厉害 四个部分 技术孵化 证券投资 生物技术产品和油气服务 它在技术孵化的部门呢 是提供着管理和战略咨询的服务 还有研究相关的活动啊 出售一些机器的 出售一些机器 但是我告诉你 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P&L 你就知道 它主要的部分 是在投资控股那一方面 这一家证券投资的部分呢 它也从事的 有报价和无报价的 股票证券投资 这家生物技术产品的呢 它就从事着生物质发电 也就是生物发电的工程 采购还有技术提供的 其实这几个部分呢 它的一些发电的技术什么啊 其实它的sales并不是很好 而且也是在烧钱的 如果你有真的去关注它的 profit loss的话 你会发现到 它主要的收入来源呢 都是在投资 投资什么呢 都是投资一些 像AT Jita XOX 还有一些 就是一些突然爆发成长的先股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看 Fintech 马股大号 0150 过去的股价表现 52周新高是在 0.167 股票是定 股价是经过调整了 因为 它的股价呢 那时候有分了 那个 Warrant C 新的一个 Warrant平单呢 所以 股价是有调整的 52周新低是在 0.031 然后呢 这只股呢 ROE 你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赚钱的公司 Return on Equity呢 是53.82% PE Ratio呢 是少过 0.8% Earning Percent 是25.07 但是 就算它赚钱 但是 它的股价 你可以看到 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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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给我的感觉 就是好像要套人的感觉 就从Email 一直跌跌跌跌跌跌 跌到了现在 在4月9号呢 它收市是在0.055的 其实呢 我对这只股呢 就是 希望 如果你要赚它的钱 就是越低买越好 越低买越好 最好是只剩下两分啊 三分钱的时候啊 可能你可以进去 Try your luck 碰碰运气啦 因为你看一下哦 它的Net Tangible Asset 每股有形资产是 0.4658 大约是0.47 这样子每股 你可以看到哦 每股净资产 它是有钱的公司 但是股价呢 唉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 就是这样啦 好像是有点 嗯 大家都知道 而且呢 它也是在超卖的行列里面哦 所以呢 我们来看多几个月后吧 看它的这个仙股呢 会不会翻身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 对我来说有点荒谬的一个赚服 你可以看得出哦 它在 呃 截至12月31号2020年呢 的一个业绩哦 你可以看到 它的revenue有增长啊 是 41-1209K的 而且但是 它的revenue增长了 但是它的亏损哦 你可以看到 是negative 61K多啦 所以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到 它的revenue有时候很少 但是它可以狂赚 几千万几百万 甚至是 一个亿 七个亿这样 但是现在revenue增长了 但是它呈现亏损的状态 毕竟它投资的一些公司 如果你有去follow的话呢 它投资的一些公司是亏损的 所以它承报的 季度报表呢 就是亏损的 这家公司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要赚它的钱 就是越低嘛 越好 因为其实它 呃 我担心的是呢 它会有 最近它的一些 跟它有一些关联的公司呢 都做了一个consolidation 也就是呢 十张股票变一张 五张股票变一张 这样子就是 你的股票数量会减少 然后price会增加 然后呢 它一consolidate了呢 它的价钱 股价又在掉 比如说现在 Fintech Let's say 它今天 今时今日 它说它要consolidate 十张变成一张 也就 现在是 0.055的 然后如果它要 十张变一张呢 它就去到美股 0.55 然后它到了 0.55呢 它又继续往下跌 也就是那种割肥菜的感觉 所以呢 这两家的仙股呢 如果你真的要买 你要在非常非常低的价位去买 以便呢 让你的亏损能够降低 赚幅可以高一点 而且呢 我并不是很鼓励大家 长期持有这一种仙股啊 先说啊 我不是那么的建议你们去长期持有一些仙股 仙股呢 对我来说就是touch and go的 然而 它短期的赚幅可以是很大 也可以是亏很大的 是非常危险的 它的那个risk呢 是比warren还来的小一点啦 接下来我相信我也会降一些比较basic的warren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一些仙股呢 当你要投资的时候 你要看它过去的那个价格表现 呃 你也要去看的一个就是它的cashflow 它手上是不是已经没有钱了 手上的现金流有问题的话 你就会看到它要issue新的warren啊 来筹钱还是什么 所以 投资一些仙股呢 你要非常的小心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你的支持 我们非常的感谢 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感谢观看